上午九点半厚德里巡守钢廷非常热闹 尽管天工不作美 雨一阵一阵 不过现场热情不减 而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相关的防疫工作还是不能少 落实量体温消毒等等 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 这次厚德里长和中和福美福人社 特别准备了寿命寿逃 要提前跟长辈们欢庆重阳节 在久久重阳节的前期 我非常感谢中和福美福人社 社长苏明率领他的社友 力领我们厚德里 来做这个久有重阳节的活动 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自从疫情以来 很多老人家都未曾出门 那这一次因为我们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说每个老人家都很幸福的出来 虽然早上天空下着雨 但是他们的热情还是不减 坐在那边 国际福人三四八一地区 中和福美福人社 透过陈有亮里长 七星级的里长 特别注重老人福利 所以今天疫情已经比较解封了 我们邀请许多老人家出来走走 互相打招呼 告诉大家是多么平安喜乐的 很开心 中和福美福人社 有这个机会参与这项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以往都是利用共餐时间 或是吃油饭庆祝 不过碰到疫情改为发售面 售套让长辈们带回家 里长也特地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福人社对长辈的照顾 让老人家开心过重阳 里长办这个重阳节非常好 谢谢里长照顾老人家 对啊 下一天大家就来 这次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防疫措施也做得非常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量体温 还有酒精消毒 所以说这个我们防疫会做得很好 也真的在此 衷心感谢我们中和福美福人社 社长苏敏 祭前里社友 感谢他们谢谢 当天将一份份的售面售套 亲自送到长辈手中 也祝老人家重阳节快乐 现场来了近300位的长辈 一起共襄胜取 气氛真的好热闹 里长结合民间社团力量 一起关怀老人长辈 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这场惠林 细致财宝报道